你創析啊 哎呀 你弄啊 湖冰里蔡林长向民众仔细介绍 跳蚤市场的各项商品 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 都是来自湖冰里里名捐赠 这一场在庇护公园旁举办的 湖冰里母亲节园游会非常特别 除了感谢全天下母亲为家庭的付出 湖冰里长陈友雪更发起跳蚤市场意卖 希望协助花莲大地震灾区民众早日重建家园 我们湖冰里每年都有办这样的 活动庆祝母亲节 但是今年比较不一样 我们所有的妈妈 尤其我们湖冰里 很多人都有在做爱心 他认为说 我们来办一个跳蚤市场 把义卖的所有 我们卖出来的 还有当然有人还有拿 跟农场品结合有卖 然后我们要前额 兼给我们花冬的这些 受难的一点心意 代表我们对他的关心 那也希望我们全台湾的人 大家为这一块土地 让大家来祈祝 让大家更健康 更平安 更快乐 除了跳蚤市场 还有一袋袋的金钻 和凤梨也进行义卖 希望在帮助灾区民众的同时 也能支持台湾农民 我觉得我们农民 真的很辛苦 对不对 当然不能只有卖一些 大家在家里剩下的东西哪来 那这样比较没有心理 我就想说 我们也办有意义的活动 大家一起共享圣体 也跟我们这个农夫 说他们辛苦了 湖冰里长发起的义卖活动 也获得湖冰里民的热情支持 纷喷掏钱以实际行动响应 很棒很棒 虽然我们不能过去 但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花冬 将对母亲的感恩化为爱心 义卖捐款帮助花莲灾区 湖冰里在母亲节 园游会举办义卖活动的做法 也获得立法人李彦秀等人的肯定及支持 虽然我们很多的礼 都在办母亲节活动 但是今天湖冰里办的这个活动 有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意义 就是为了0403花莲震灾的 一个义卖活动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襄盛举 钱部分多少 大家的爱心能够把它凝聚在一起 希望能够对我们花莲的灾民 能够有一个心理的安慰 在母亲节的同时 我相信很多的国人 包括更多的家庭 每一份子对于天灾地震这样子 看到这一次花莲的灾情 大家都发挥我们台湾人最重要的爱心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把自己的家里的东西捐出来 或甚至花钱把这些东西买回去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台湾人的爱心 让花莲人感受到 这场母亲节爱心园游会 也吸引许多单位摆摊共襄盛举 其中内湖分局方面 除了透过打蛋猪游戏进行宣导 分局长萧慧珠更亲自率队上台合唱 听妈妈的话 以应景歌曲呼吁民众 注意交通安全及建立防诈观念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我们在这边摄摊实施的交通宣导 还有主炸防炸的宣导 我们也特别准备了非常多的奖品 还有小孩子非常喜欢玩的打蛋猪的活动 吸引了很多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 一起来回答我们的交通安全的议题 那今天壁虎公园的周边 有非常多的民众 天气很好 大家服务老师 又在今天一同参加母亲节的园圆会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 内湖分局方面还举办 游奖珍达云同乐 让参加民众在风光明媚的壁虎公园旁 享受愉快的假日时光 记者张旗腾 采访报道